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聯合國氣候大會在巴黎進行之際 兩約市政府亦公佈了新的智能減排計劃 希望到2025年將市政車輛的尾氣排放減少一半 這項名為是清潔車隊的項目 自在將市政車輛的碳排放在2025年前減半 市政府計劃淘汰2000輛使用燃油的橋車 出而代之的是電力汽車 另外對於清潔加車等大型的車輛 政府計劃更多敢使用生物柴油和混合燃料科技 政府表示購買電力汽車不需要額外的行政經費 購買汽車的投資最後會被自省的燃油費燃料費作抵消 昨日布洛倫發生一宗警匪持槍對峙事件 最後警員開槍警局正在對這件事進行調查 昨天傍晚五時半左右警方接報到布洛倫東 92街道B大道附近聽到槍聲 到場之後發現兩名男子 警方說其中一名男子拔槍指向警員 於是警員開槍並沒有擊中兩人 隨後自槍男子逃走 另一名男子被帶回警局問話 調查人員在現場發現一支手槍 目前這宗事件還在調查當中 警方公布一名疑犯的相片 希望將他搜捕 他涉嫌昨天早上在布洛市殺害他的前女友 疑犯泰龍羅涉嫌殺害28歲的前女友 蘇珊拉提根 長日凌晨4時警方接報說 莫里斯公園地區博加特大道傳來槍聲 到場之後發現受害女子 提拉根 拉提根頭部中槍 疑犯事後駕駛一架灰色的本田 Odyssey逃離 警方表示案發的時候 兩人的兒子和一名表親都在屋內 他們並沒有受傷 目前已經被送到兒童服務中心 聖誕節快到了 今天洛克菲勒中心前面舉行聖誕樹亮燈儀式 並為聖莊的紐約增添一層節約的氣氛 亮燈儀式在傍晚7點開始 到時Stink、Mary J. Blitch 還有The Rockets都會獻賞清楚的演出 洛克菲勒中心前的這棵聖誕樹高78呎 上面掛著4萬5千個LED彩燈 9點整個彩燈將會全部亮起 今次的活動將會影響到附近的交通 下午3點到晚上11點 48到51階間 5到6大道之間的路段都會禁止私家車行駛 但是公共交通就仍然會開放 由紐約州國會議員孟超文和哈勒利聯合舉辦的 法拉性灣清理於泥工程參觀日在法拉性舉行 邀請法拉性民選官員和傳媒了解 法拉性灣沙丘於泥清理維護工作的情況 並講明這個工程自從今年秋季開始 由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執行 進度預定在年底前員工 並對推動法拉性河邊計劃的發展 帶來積極的影響 距離法拉性市中心至10分鐘車程的法拉性灣 由於海岸線的更改及長時間積累的沉墊物 及流入河內的污泥 已經降低了法拉性灣的生態價值 由國會眾議員孟超文和哈勒利聯手 向聯邦申請了近1200萬元經費的清理於泥工程 主要是清除水中的於泥和廢物 多位的民選官員和傳媒記者日前出席參觀活動 審查法拉性灣沙丘於泥清理維護工作情況 據介紹清理工程自今年10月開始 目前進度順利預定將一位年底前員工 哈勒利表示 法拉性灣具有歷史意義 一直都是紐約重要的水路 不但每年有大量貨物從此進出 亦都被紐約市警港口巡邏小組使用 馬超文表示 法拉性灣是本地一個重要的船隻航行渠道 他非常感謝陸軍工程兵團為這個水域作出努力 保護這一片寶貴的資源 這一行清理工程完成之後 可以確保水域間的流通 減少貨運卡車造成空氣和交通湧跡 並可以推動地區的經濟發展 為了慶祝成立10周年 馬哈頓交響樂團將會舉行慶祝音樂會 並特別邀請了日本友合唱團參與演出 用音樂帶來愛與和平 樂團創辦人及總指揮新甲表示 今個月7日是一個家鄉樂團成立10周年紀念 當地亦都是歷史上日本偷襲珍珠港之一 為唱到和平 樂團特別邀請日本友和合唱團參與演出 用音樂帶來愛與和平 樂團創辦人兼指揮白田正樹及合唱團主要成員 阿布友指都對音樂會十分期待 演出將會在馬哈頓四十六十四階的 Ethical Cultural Concert Hall舉行 到時70位的音樂家將會同台獻藝 當晚演出曲目包括古典音樂 大家、西貝、紐斯的芬蘭中、佛碎的孔雀 舞曲及總指揮新格原創曲目戰爭與和平 一家人等新格表示 馬哈頓家在樂團將於12月第五次前往中國進行 交外交、音樂、文化交流 將會在北京、上海及廣州等地分別舉行古典音樂演出 由當餘文化傳播集團舉辦的 隨直倒數餐舞會 兼1AM1380電台九州年台瑜慶將於今月31日舉行 門跳現在已經公開發售 主辦方今年特別邀請從香港遠道請來的 歌影視紅星Joe Jr.擔任表演嘉賓 到時將會連同AM1380電台、AM1480電台和華語電視主持 一眾華語巨星在場為大家在歌在舞 在現場同大家一齊狂歡倒數 迎接2016年 隨直倒數餐務會將會12月31日 晚上在華埔伊利沙伯街金峰大酒樓舉行 門票正在熱賣當中 門票就分為68、88、VIP128 售票地點是在馬克頓威廉街27號11樓本台辦公室 和天馬旅遊地址是在馬克頓華埔包尼46至48號2樓 或者是法拉城明街39Defs10號2樓 買票查詢電話2124314300 在馬克頓威廉街上